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节目 我是宇童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要先感谢好朋友WinWin ChinYarch 谢谢你们每次的超级感谢 再次感激你们的支持 另外还有一直默默不断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在此也要谢谢你们 你们每次的点赞留言 就是我们团队能量的来源 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好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连续几个月 俄军几乎是蹲在战壕里防守 主动权越来越萎缩 也许是实在忍不住了 这几天 趁着中东局势混乱 俄军主动向顿列磁克州 发起猛烈进攻 其中俄军对阿弗迪弗卡的攻击 最为突出 俄军试图吸引乌军主力 向阿弗迪弗卡移动 减轻巴赫木特 扎波罗热 赫尔松 酷皮扬斯克的压力 阿弗迪弗卡 延然成为了新的热血战场 俄军从10月10日开始 派出装甲突击队 悬翼飞机 并且集中火力 分别从阿弗迪弗卡南部的沃达内 和东北部的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对乌军发起进攻 俄军约投入了2500至3000人 约250辆坦克和装甲车 以及大量航空兵 阿弗迪弗卡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表示 俄军正在定居点周围 在空中资源下发动袭击 乌克兰军事观察员 将俄罗斯对阿弗迪弗卡的进攻行动 定性为重大袭击 并指出俄罗斯军队 在战斗中使用了异常多的装甲车 ISW认为 这表明俄军目前的进攻行动 在范围和意图上 比此前评估的更严重 也就是说 俄军的这番重大攻势 由火中取栗 混水摸鱼的意思 当然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 最开始俄军发起进攻的时候 有人喊出 要把阿弗迪弗卡 打造成第二个巴赫姆特 俄军要包围那里的1.5万乌军 可由于俄军在上级强领之下进攻 还缺乏火炮资源和排雷设施 更无法有效协同步兵和战术平台作战 几天过后 俄军损失惨重 差不多一半的兵力都被耗尽 只能是一个惨字了得 参与战斗的乌军第74团和第228团 朝俄军发起猛烈打击 派出的装甲部队 基本被乌军的炮火全歼 最惨的是 俄军还损失了第90装甲师的所有装备 根据我们对公布的统计数字汇总 近10月10日至12日这三天 俄军就新增损失2840人 102辆坦克 184辆装甲车 这样的损失对俄军来说绝对算不上胜利 乌军打得非常聪明 他们在阿富迪夫卡的必经道路两侧 布设了大量地雷 俄军没有时间清理地雷 沿着主干道排成重队前进 结果被乌军炮兵挨个点名 同时乌军炸毁连接顿涅茨克地区 亚西努瓦塔和霍尔利夫卡的桥梁 使得进攻阿富迪夫卡的俄军后勤 面临严重压力 现在虽然双方的战斗还在继续 但俄军的进攻已经近乎停滞 俄军重队一直挨打 乌军在这里取得了单场战斗中 大概是目前最大的防守成功 乌克兰参谋总部报告 乌军奋勇坚守防线 击退俄军在拉斯托齐凯恩 托涅克佩尔沃迈斯克 涅维尔斯克对涅茨克地区附近的七次进攻 其实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如果乌军不出现重大的指挥失误 国际局势没有重大逆转 俄军基本上已经不具备 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了 强行发动只会承受重大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22年12月到2023年5月 俄军攻下了巴赫木特后 这个趋势慢慢就能看出来了 那之后 俄军就已经无力利用巴赫木特取得的进展 进一步扩大其战果 随后瓦格纳集团退出战争舞台 同时带来的是 由俄军占领的巴赫木特如今已被乌军三面包围的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 俄军不得不退到苏罗维京防线 全面转入防御阶段 还有近期 在黑海地区 乌军对俄罗斯本土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一系列打击 都触及了俄罗斯底线 但俄罗斯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击 而且为了减轻南部战场的压力 俄罗斯大将格拉西莫夫 集中了十亿万俄军阻力 在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 酷皮杨斯克进行了反击 但也是无功而返 显而易见的是 在现阶段 俄军基本上已经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了 接下来 乌军何时能够在巴赫木特发起总攻 何时能够在托克马克实现突破 何时能够在蒂涅伯河至赫尔松战场进行强度作战 以及是否可能对克里米亚进行具备战略意义的登陆进攻 还得看后续发展 接下来转战中东战场 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 拒绝一切停火协调 誓言将铲除所有哈马斯成员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五13日晚间向全世界表示 以色列将摧毁哈马斯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以色列将以更强大的力量结束战争 内塔尼亚胡说 现在仅仅是个开始 恐怖分子要对他们的残忍行径付出惨痛代价 接下来 加萨地区不仅面临停水停电 以色列通讯部长还对外宣布 马上将会停止加萨的所有网际网路服务 情势异常紧张 这几天 以色列军方不断空头传单 警告加萨市民马上撤离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说明乙军的地面进攻 可能将很快开始 有外媒目睹 不少巴勒斯坦人携带家眷 透过各种交通工具离开 还有更多的人是牵着家中幼童的手徒步撤离 尽可能逃向南方 哈马斯则警告他们 不要离开 那意思就是 我们需要你们这些人顿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 是哈马斯绑架了巴勒斯坦人 就好像另一个恐怖组织中共 绑架了全体中国人民一样 最新的消息是 13日 以色列军队的步兵和坦克 已经对加萨地带发动了进攻 这是在哈马斯武装分子 在以色列南部发动致命暴行一周后 以色列首次宣布 从空战转向地面行动 大战即将正式开始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在坦克的支持下 以色列部队已经发动了进攻 袭击了巴勒斯坦火箭弹人员 并寻求有关哈马斯 劫持人质的确切未知的信息 哈马斯方面 这几天仍然继续从加萨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 只是降低了频率 看起来他们的库存还真的不少 说他们身后没有神秘力量支持 都很难让人相信 要说哈马斯面对乙军只能束手就擒 那也未免过于乐观了 他们也有他们的杀手锏 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在加萨地下建造的超级复杂的隧道网络 这场战斗预计以军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 打击这些地下迷宫 战事就会拖得很长 而且血腥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0月12日表示 这些隧道不是加萨平民的掩体 而是哈马斯的掩体 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策划跨境行动 并同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我们来看加萨的隧道分为三种类型 走私隧道 防御性隧道和攻击性隧道 这些隧道纵横交错 几乎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地下城市 被哈马斯用来运送武装分子 武器和物资 以及作为武器除尘库 哈马斯还利用这些隧道袭击以色列 包括渗透到以色列领土内 哈马斯领导人躲在这些隧道里 隧道被作为指挥和控制中心 用地道作为运输和通信线路 地道里甚至配备了电力 照明和铁轨 人可以走动和站立 2021年的那次巴以冲突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 称通过空袭摧毁了 哈马斯修建的超过100公里隧道 但与此同时 哈马斯声称 其隧道长达500公里 只有5%的隧道遭到袭击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从这些数字来看 伦敦地铁全长400公里 也就是说 哈马斯修建的隧道 竟然比伦敦地铁还要长 这是以色列国防军 在2021年绘制的 哈马斯加沙地下隧道地图 事实上 2005年以色列撤军之前 加沙地带的隧道建设就已经开始 两年后 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后 修建进度加速 促使以色列和埃及 出于安全原因 开始限制货物和人员进出 现在看来 当初撤出加沙地带 或许就是个失策 滋养了恐怖分子 在以色列赖西曼大学任教的 地下战争专家 李奇曼·巴拉克表示 要评估哈马斯的地下网路规模 非常困难 这些隧道 由于复杂的结构和互相联通 以色列军队称其为地铁 这个隧道网路在长仅41公里 宽仅10公里的领土面积下方延伸 摧毁这些隧道非常困难 因为如果只破坏入口或通风景 大部分隧道结构仍然完好无损 哈马斯可以继续使用它们 而摧毁整条隧道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据信加沙境内的隧道深达地表以下30米 入口往往建在房屋 清真寺 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底层 以逃避乙军侦查 确实 哈马斯非常擅长使用人体盾牌 一旦报复性袭击迫在眉睫 他们就会把无辜平民放在建筑物顶上 这迫使以色列多次取消袭击 黎奇蒙·巴拉克说 掌握了这些策略后 哈马斯可以轻松地使用隧道 并将以色列平民和其他人质放入其中 那么建这么多隧道 钱哪来的呢 原来哈马斯挪用了人道主义组织 向加沙提供的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资金 以及用于重建战争中 被毁坏房屋的数万顿水泥 来修建他们自己的隧道 好在乙军也有减轻风险的风法 比如以色列可以将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 发送到隧道里进行绘制地图 这样可以充分掌握隧道内的情况 另外军事专家也建议 以色列的战机可以投掷掩体破坏炸弹 这种炸弹在爆炸前会深入地下 以色列军队最近对加萨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其中包括使用砖地炸弹 测试对哈马斯隧道的破坏效果 这些砖地炸弹可以深入地下并摧毁坚固的目标 然而在城市或密集建筑区使用时 可能会导致平民的伤亡 引发国际关切 再来看看战场外的消息 哈马斯前领导人日前呼吁穆斯林民众 在10月13日举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 并呼吁邻国人民加入到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来 以色列则呼吁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保持警惕 因为哈马斯希望将周五13日设为国际愤怒日 很快一个国际性事件便出现了 10月13日 在北京朝阳区佐家庄一超市门前 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一名工作人员的家属被刺伤 庆幸的是 预袭者已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虽然在世界各国都用自己的方式伸援以色列 谴责哈马斯的时刻 但中共却一声不吭 但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恶性事件 想蒙混过关恐怕没那么容易 一下子中共警察的办案速度就提高了 13日晚间就通报 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案件正在调查 通报指出 该外籍犯罪嫌疑人 男53岁在北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 但中共媒体则低调处理此事 托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 在推特发帖认为 这起发生在北京的罕见袭击有几个看点 一恐袭发生在戒备伸延的北京朝阳使馆区 非常让人震惊 二很多人预计战后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将大幅度倒退 以色列将不再视中国为友好国家 其三 可以在北京搞恐怖袭击 是个糟糕的信号 不严厉惩罚袭击者及其幕后操纵者 未来会引来更多的袭击者 最后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现在有人习惯的将目前在加萨地带爆发的战争 称之为巴以冲突 其实准确地说 应该叫哈以冲突 因为这是一场哈马斯主动发起攻击以色列人 而爆发的武装冲突 而且哈马斯确实不能和巴勒斯坦划等号 前者是恐怖组织 后者是一个国家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世仇 长达数十年之久 其中缘由无法厘清 但这也不是哈马斯滥杀无辜的理由 另外我们知道美国是以色列的强力后盾 那么哈马斯的后台又是谁呢 战争爆发初期 哈马斯就公开声称 他们不止伊朗支持 还得到了一个神秘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 克里姆林宫为恐怖分子开展行动提供支持 特别是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提供帮助 所以在这里奉劝哈马斯 敌人多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只能是加速灭亡 就怕哈马斯被别人当了棋子 当了枪耍 又垫上无数平民的生命 自己却全然无知 那才真是可悲又可怜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